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 在电学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电位的观念 大家有听过电压吧 电压其实就是所谓的电位差 就是在电场中我们取两点 这两点之间如果电位产生一个差异性 这个差异性我们就叫做电压 那我们知道对导体来讲的话 它的两端出现一个电压的话 我们这个电压叫做端电压 端电压就是两端的电位差的意思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电厂 那有了电厂以后就会产生电流 所以它整个电路的控制机制 其实还是要从电位这个地方来讨论 我们现在来探讨有关这个电荷的电位 我们假设在空间中有一个电荷存在 我们先假设只有一个 那对它的电位就是我们取一个点 当然这个点跟它之间的距离 当然一定要远大于这个电荷 这个带电体本身的载媒讯 那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电荷了 对这个点来说它是一个电荷 那怎么来定它的电位呢 我们就把一个测试电荷 就一定要振电荷 一定要振电荷 我们就要把它摆在这个点上面 这个测试电荷摆上去以后 它就跟电厂之间 就是跟它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电位能 那我们把这个 它跟电厂之间形成的电位能呢 除上这个测试电荷的带电量 那得出来的这个物理量呢 我们就称为这个 这个电荷在A点的电位 那我们现在能用这个图例呢 来讨论电位的公式 我们假设先 因为带电体 它本身就是有两种可能性 我们假设现在它是带的是一个正电 那现在我们把它在这个点上面的电位呢 我们就把一个测试电荷 然后它的带电荷是Qπ 就把它摆在这个点上面 那这时候它跟电厂之间 就形成一个电位能 那这个电位能呢 它是正的 因为它是同性电荷 就是K 然后Q Qπ 那除上它们之间的GRA 那我们刚刚才讲过 就是这个时候那个A点的电位呢 就是单位正电荷在该点之间形成的电位呢 就是这个电位呢 除上这个测试电荷的带电量Qπ 好 我们就得到电位的公司 就是电荷的电位的公司 就是KQ 除上RA 那你可以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正电荷 它的电位永远都是正的 因为它的电量是正的 那负电荷的电位的定义完全相同 只是它跟测试电荷之间形成的电位能呢 这时候一定是负的 因为它是异性电荷 所以负电荷的电位呢 就会小于零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公司当中 可以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那个电荷的电位呢 它显然是跟电荷本身的带电量呢 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就是你的带电量越大的时候 你所建立的电位呢 就会越大 那跟距离呢 是一个反比 对 就是靠的越近的话 电位就越大 但是负电荷刚好颠挡 因为负电荷的电位是负的 当然也跟本身的电量也有关系 电量越大的时候 当然电位也是越大 但是靠着它越近的时候呢 电位反而是越小 接着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 就是说假设一个电厂 是由多个电荷组成的一个电厂 那我们如何来讨论它的电位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知道电位它是一个存量 它不具有方向性 所以讨论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电荷 在某一个点的电位呢 把它加在一起 第一个电荷的电位 加上第二个电荷的电位 加上第N个电荷的电位 把它重重加在一起 它的总和呢 就是在某一个点的电位 那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假设一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一公尺 它在四个角落呢 各摆了四个一个正电荷 电量全部都是Q 那我们再看对角线 它的对角线的这个焦点的一个A点呢 我们来看它的电位 那我们知道这个A点的电位呢 是由这四个电荷共同组成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四个电荷的电位呢 加在一起 所以A点的电位呢 加在一起 那我们知道 第一个电荷 它的电位是K 乘上Q 那我们知道距离呢 因为对角线是更好2 所以它的距离是二分之更好2 好 然后把它带上去 经过整理以后 它是KQ 然后这边是更好2 乘上2 把有理化分母以后呢 其实它是等于 更好2 KQ 那你可以发现 四个电荷的电位 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它的总电位呢 就把它乘上4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答案就是 4更好2的 有关这个电荷的电位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znaj 之前做的那个电荷的电荷